中国各地COVID-19病例激增 使得当地的工厂维持运转 及港口货物正常输出日益困难 导致美国再度面临医疗用品可能短缺的风险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 2020年出现的第一波疫情 凸显在口罩、乳胶手套、手术衣 关键药物和许多医疗器材零组件等 必要物资的生产方面 中国占有极大的分量 此后美国医疗院所健康照护相关企业和联邦官员 就努力降低对中国医疗货品的依赖 他们过去三年来的努力将在未来数周、数月受到考验 因为中国2022年12月取消几乎所有防疫措施后 境内病例不断增加 中国已不再公布官方统计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 但媒体报道 当地医院急满患者、殡仪馆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遗体 工厂也因为太多工人染疫而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目前已经忙于应付与中国疫情无关的儿童用药缺货问题 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等 美国官员和医疗用品供应商在访谈中说 他密切关注中国情势 目前尚未见到与这波疫情直接有关的任何缺货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官员说 他们一直在各联邦机关之间协调监督供应链情况 并且不预期会出现像疫情最初期那样严重的缺货 因为政府努力增加国内库存 企业也采取行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但医疗照护产业高层主管和供应链分析师警告 中国最新一波疫情可能要在数个月后才会冲击到供应链 且冲击程度很大一部分要看未来数周的疫情发展 然而由于缺乏中国的资料 美国官员很难一探究竟